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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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格里这个海港 尖格里海港 圣经告诉我们 在《使徒行传》十八章 保罗就从这里 扬帆起航 离开了格林多 前往以弗所 继续他的 第二次的步道行程 我们可以看到在尖格里这个地方 公元四世纪的时候 建起了一座基督教堂 今天这里的教堂的遗址 仍然是清晰可见 使徒保罗他从 格巴拉 也就是尼亚波里那边 上了欧洲大陆 和他的同工 希拉 提摩泰 还有路加 他们一路到菲律比 然后到贴撒罗尼加 到霹里亚 再到雅典 广传福音 以后从雅典来到了格林多 在当时这个非常繁华的商业中心 格林多 他们传扬福音 建立教会 然后保罗 离开了格林多 从尖格里这边 就出发 坐上船 回到了叙利亚 回到了以弗所 来继续他的宣教之旅 所以今天我们站在 这个 萨罗尼加湾的海边 在尖格里这个地方 我们遥想着两千年前 使徒保罗 他目光何等坚定 步伐何等 从容 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 从这里 坐上船 我们知道就算今天 从这里坐船到 以弗所 也是有相当的海上的距离 两千年前 他们用的是小小的木船 海上有很大的风浪 用保罗的话来讲 要经历许多舟船的危险 但是对保罗来说 他心里面味道迫切 心中火热 为了这个福音 他可以奋不顾身 就从这里继续他的宣教的行程 今天我们踏着使徒保罗的脚中 继续着这个福音的伟业 但愿我们能够有保罗的心智 不看环境 不怕风浪 能够行走在主所命定我们 要走的这条宣教的道路上 好若夜间看见异乡 恳切呼唤来自远方 几颗灵魂继续复印 回应呼召几颗起航 飞离毕城开起星天 河边江道出国成仙 欲阻得救全家归逐 夜半歌声震动劳见 ああ无离毕城开起航 我切顿的呼唤 Demon声震动 진人回lamation震动 离容易回答 魔神震动劳 mental醇 多少灵魂每日走向死后 你我岂能修守一趟 阿玛其顿的呼唤 今人回荡 今人回荡 起来回应故障 一起远堂 今人回荡